前段时间,法拉第未来与恒大的纠纷不断,就恒大违约,拒绝支付这剩下的12亿美金,导致法拉第未来的资金流陷入危机一事。 贾跃亭表示深恶痛绝,痛定思痛,坚持要完成造车梦的贾跃亭,仍然在为法拉第未来拉着投资,并且还成功了。 此前,有媒体曾报道,电动汽车区块链公司EVIO与FFSTIFO进行了接洽,EVIO希望在三年内,通过FTO方式投资FF总计9亿美元。 有意思的是,目前这家区块链公司还定位投资,参与此次投资的另有其人。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着,贾跃亭即将引入新的资金支持,其资金来源为沙特的主权基金。 据相关消息称,如果一切顺利的话,沙特的主权基金将投资贾跃亭至少10亿美元,约和人民币70亿元,这样一来他就可能摆脱资金框,完成造车梦。 其实,此次参投的主权基金,对于纯电动汽车非常感兴趣。 感兴趣曾参加骨投资电动汽车品牌Lucid Motors。 贾跃亭曾表示法拉第未来将引入新一批投资人帮助FF度过南关,其实就是暗指这项来自沙特的主权基金。 值得一提的是,对于外界普遍传闻的资负抵债的消息,法拉第未来方面极力否认,并表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资负抵债的情况。 另外公司议题将了近2000项全球专利的申请,获批近400项,其中包括很多的核心技术专利。 再加上无形资产,FF的整体估值已经远远超过恒大投资,10的45亿美金的水平,又望超过100亿美金。 对于此次在月庭又将获得10亿美元投资这件事,你怎么看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